我們就直接先來看這個 路接到前10名資料圖 如果我一樣要類似就是 像剛剛歷年這個線道折騰圖有沒有 我希望能夠按一下 旁邊可能就是路接到前10名資料圖 按一下它就自動跳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問題交給翹翹皮 那敘述的方式跟剛剛差不多啦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剛剛的那個圖的敘述方法 然後直接跟它講有沒有 修改一下吧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剛剛的 前面這個的敘述方法 這邊幫我撰寫VBA程式 特別注意改的可能就是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不一樣 還有你的資料應該是A3 應該不是B12吧 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是這個範圍就不一樣 你要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A3到B13 不是B12 所以那個範圍改一下之後的話 那你可能是需要畫一個什麼 也不是殘有資料標的折線圖 你是要畫一個什麼 直條圖 所以我把它改完之後丟給它好了 那一樣就是標題給它 顏色給它 大小 這個都一樣 所以其實大概就改 工作版名稱 跟範圖跟範圍還有你的圖的樣式 然後把這個問題丟給它看看 理論上應該它很快就幫我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OK 試一下 這個時候它就很快的幫我看一下它的回應 看起來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也看懂 它知道這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範圍也OK 最後輸出到D2 其實D2到M20 不過它只有以D2當成是一個開頭 底下都OK 這好像看起來應該也沒問題 那你如果將來可以的話 我是覺得你慢慢要盡量可以 稍微看懂程式一下 Sup 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稍微瞄一下 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它好像會先刪掉 我覺得它有點 這個其實這些應該是不用 可是它滿貼心它會先幫你刪掉 所以等一下也許這個其實可以刪掉 然後這個是加入那個圖 資料圖 然後底下設定一些顏色 好像剛剛沒有問題 複製一下 所以我就把這個貼到底下 然後呢 我就把第一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也許叫入接到前十名指標圖 所以這個Sup名稱呢 它叫做什麼 CreateBarchar 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一個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的習慣就是把那個宣告 把它先Delete掉 那一樣就是在把它的那個 就是空白的行也刪掉一下 那我剛剛有講到 它這個地方有多寫了一個就是說 它的什麼那個刪掉舊的圖 所以我覺得如果那一段程式假如不需要的話 那如果你假設看得懂 你其實就可以把它 這個刪掉 刪除現有圖表有沒有 若存在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些 好 那再來應該OK了 所以其實看起來架構 跟剛剛的那個差不多 那把它執行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紙條圖 沒錯 是不是前十名 沒錯 OK 那是不是沒有圖力 那個圖表標題也OK 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 產生一個畫一個圖的VBA 哇 以前真的很 真的這個部分真的是難度非常高的 瞬間突然 因為有CHAB的關係 這簡單很多耶 不過前提是你要懂得描述你的需求 我覺得花最多利器的地方 應該在這裡 OK 好 那最後的話清除 所以清除應該不用寫 直接拿剛剛來用應該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一樣插入一個按鈕 然後按鈕的話就是歷年 不不 這個路接到前十名之條圖 這樣子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底下清除 可是你說那個清除 假設你這個地方加一個清除 剛剛那個清除的那個程式 如果用在這邊可以用嗎 看一下喔 理論上應該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行的敘述 我們就直接指定到哪裡 指定到這個 這個工作部的這個工作表就是它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假設要拿來這邊用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乾脆改這個名稱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名稱不就好了 其實是可以喔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清除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不要再重寫的話 那我是不是直接可以拿來改 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喔 可是跟各位講 清除這個名稱喔 不能一模一樣喔 也就是說一個模組裡面喔 不能有兩個清除 一樣的名稱 所以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偷懶的話 你可以乾脆改成清除二算了 有沒有第一個要清除 第二個要清除二算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 入接到前十名指標圖 有沒有這個 序詞就指到它 那我試試看喔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欸 看一下 執行一下 欸有啦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 刪除的話 那就直接把那個什麼 清除的話 那就不要指這個喔 指這個就刪這邊的喔 那你就指哪一個 指現在這一個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下方好了 就是按鈕呢 再做一個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然後改的方式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齊 這個時候指定的話 就清除二就可以了 OK 但是你上面的名稱呢 不要叫清除二 叫清除OK 它只是說你指到清除二 按確定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清除 欸 這樣子 就 完成了 試一下 入接到 欸可以 清除 嗯 沒問題 所以這樣的話呢 好像就蠻符合我們 我們要的喔 不過啦 我發現它好像有個bug 我要的明明是到M20欸 可是它好像到L19欸 所以你其實下方 假設它輸出範圍不對有沒有 你可以請它再修正 這個我就不特別跟它講了 其實理論上你看到有錯誤 你可以直接用那個敘述在下方 請它再修正 它會知道該怎麼改 但除了說呢 請它修正之外 其實如果你自己看得懂的話 應該也可以自己改吧 我看一下 它這個 欸 這個好像也沒寫錯啊 這個是Lapt 喔 我知道它有個地方錯了 它這個寬度好像是什麼 它的Lapt 減掉它的這個Lapt 那為什麼要用減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讓它變正常 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 拿來套用 就會是正 這是正確的啊 OK 所以這個我想喔 請各位還是 試著把這個完成 所以今天的話大概就是 歷年切到折線圖 跟路切到的直條圖 另外的話 各區比例圖 這個就留給大家當作業了 我就不做啦 應該有三個 他說要做嗎 要做 但是是 當成你們自己做 不是 這個 不過改也不難改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改成各區比例圖 所以敘述的方式 你也一樣可以拿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這一個當範本 把它描述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記得喔 你要教今天的作業就是三個 三個圖 就是三個 這個 等於是有六個按鈕啦 分別就是 歷年切到直接按一下 這邊有 清楚 然後路切到 這兩個 這個各區比例圖 就自己練習 一樣 各區比例圖 然後一個清楚 反正我按下去 要能夠 達到我要的效果就OK了 最後記得喔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記得就另存新檔喔 記得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躍 因為還是有很多同學 忘了存正確的格式喔 那如果你假設你存錯誤的格式呢 你最後喔 這個 城市就白寫了 今天的日期是16 OK 所以這個部分把它存檔 那就OK了喔 那 下一個禮拜的話 因為期中 考週啦 所以就給各位做這個 其中報告喔 然後呢 你們就是利用那個 類似的模式 然後找一個 你比較有興趣的一個 題目喔 從那個政府的 主要是從開 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 找找看喔 OK 有些 VPA部分的話 如果你想要多 就是成績更好看一點 那你可能就是 多花一點力氣喔 去做我們剛剛做的這些事情 最好你多做幾個按鈕 那你試試看 如果都可以的話 那表示說 哇 你以後也可以把很多工作流程自動化 不然如果你假設 你不會自動化 你每天都要再重複做一遍 不會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可以把很多圖 瞬間自動化出來 那等於你今天 你等於只要做一次 以後的話 就是直接執行這個按鈕動作 那你就不用重來了嘛 當然效率是絕對 差很多的喔 OK 那剩下時間的話呢 就給各位 試著把那個各區比例圖也完成 OK